我叫谭小生 是旗鼓360的副总裁 我在旗鼓是负责基础架构的建设 以及所有的服务器带宽等等 这些基础架构的技术运维 齐虎是中国用户量最大的 互联网安全公司 我们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数 有4.57亿 那么同时 齐虎三楼林 还是中国用户量最多的 浏览器公司 也是中国最大的 用户访问互联网的流量分发入口 是去年我受邀参加了 亚马逊在拉斯福加斯 举办的Re-Event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是非常让人 感觉到很震撼的 首先是见到了好几千 这个AWS的用户 那么正好也是亚马逊 在这个会议上 发布了几款 非常有冲击力的产品 包括一些冷存储的产品 包括大内存高配置的 EC2节点 以及也听到了 Jeff Bezos自己的演讲 为深深的 为亚马逊的创新精神所打动 就这个业务 这个业务特点 我觉得亚马逊是一家 充满了互联网的 这种创新精神的公司 这点也和三楼林的 我们的这个诉求是非常逼合 我觉得两家公司是一个文化上 非常符合的公司 当骑虎360评估在海外的服务提供商的时候 主要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呢 首先是看性能 首先性能要足够好 其次的话呢 是看这个可运维能力 因为毕竟是在海外 那么在运维的响应的速度 可维护性等等 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 第三个是价格因素 所以我首先要一个 要保证有个比较好的性能价格比 AWS在性能 在可维护性 以及在性价比方面 都是非常之优异的 我们在T5360使用了 AWS的EC2节点 大内存EC2节点 以及S3的存储 面向对象的存储 以及CloudFront的这个CDN服务 从T5360使用AWS服务到现在 我们海外的流量增长了十倍 而我们的运营的成本呢 只提高了三倍 只增加了三倍 可以说这是 另外在CloudFront的 这种CDN服务上面 比我们的前一家服务商 性能提高了30% 可以说性能提高 我的用户 支撑了我的用户的快速增长 然后我的运营成本 其实是平均运营成本是在下降 我可能会更多的去 去试用AWS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内存更大的EC2节点 以及比如像Galacia这样的 这种冷的存储 以及会尝试使用Amazon的S3 这种面向对象的存储 来构建我们在海外的云盘 这种面向最终用户的云存储服务 如果AWS在国内提供服务的话 我很乐意去进行它使用性的评估 包括比如它的价格性能等等这些方面 如果这些方面能够满足要求的话 我也是非常乐意能够成为AWS在国内的用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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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